我们家今天要开始做酒了 这些是糯米 这个镇里面也有一共做两镇 这个糯米啊就是要前一天 然后泡一下 泡上个一天一夜 等这个米啊全部软了以后 就可以捞出来放在镇上面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蒸了 每年家里面都会做上一点这个酒啊 又可以吃米酒 冬酒水酒 到时候到了那个明年的时候啊 又可以编那个烧酒 因为老爸比较喜欢吃那个烧酒吧 所以必须得做呀 这个一直这样 就是浇这个水下去 浇了要看它下面露出来的水 露出来的水是完全是清水的 就可以了 就是根据水色也懂啊 把那个白浆要洗掉啊 这个下面这个木桶啊 这样子把这个水露出来了 现在这个糯米是很干的了 上镇啊 水烧开了就把这个镇放下去蒸 现在已经上气了啊 好多气用那个酒镇把它给盖住啊 这个东西是叫酒药啊 我们家里话是这么说 普通话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 把它碾碎了 一缸里面要放六个 出锅了啊 真的香烹烹的 真的一个多小时 哇 蒸一下这个颜色就这样子了 还要放到这里来 这个熟了可以直接吃的这个 熟起来就是那种 就跟吃那种叫什么吃小麦的感觉一样的 全是那种硬硬的感觉 还要再过水哦 妈妈给你这个鱼的阿彭是哪个方法 我没有给牛肉 我没有给牛肉 不会牛肉嘛 你那不会牛肉 我那不会饭 对吧 哦 原来加这个芋头有这个好处 我们都不吃饱了 你吃你吃饱了 老爸早上煮这个芋头 我还以为今天要吃芋头 哈哈 没想到哈 嗯 没想到 应该是春天来的用料啊 爸爸 哈哈哈哈哈哈 呀呀 这有个是看有的 得不得不得 啊 这给你娘 不得不得不得 嗯 你也没得不得 你看那该把这药就放了五个 还能洗 我还能搞嘛 搞得比比比比 哦 比我还能搞的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呀 全部倒到这个木桶里面去 先撒这个药冰粉 便来把它搅拌均匀 哎呀 做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先就做个形状出来 把中间就是挖个洞 如果有那个米酒 它就中间就有 爸爸兄弟发现包坏补了我哈 某年修 某年修 嗯 搞得给他 嗯 蒙酒一点 这个形状越做越好看了 为什么这个形状有点像钱呢 爸爸 像一个名钱哦 最后一缸啊 一起做了两缸 把它扛到一个比较硬凉的地方 好 就放在这里 把这个盖住 盖一下 然后在上面 这个是用稻草做的一个 炒垫子 再压一下就很紧了 酒就这样做好了哟 再过上两天 把它们掀开来 香闷喷的 就可以喝上这个甜甜的米酒了 下次开米 这个炉的 稍微